我家世代从医 从上大一开始 我一有空闲 就被父亲大人抓去医院当免费工 父亲大人是院长 我是苦逼的小跟班 小透明 没人知道我是院长家的千金 但我爷爷的医术更厉害 他从三岁开始学中医 如今担得起一具妙手回春 我师叔 师伯满天下 个个都不比我父亲大人差 对于我 我爷爷发了话 欲不拙不成器 所以 我只能苦哈哈地 在医院做着我的小透明跟班 我在医院做免费工的第二年 认识了楚林 楚林当时是医院的实习生 可能是因为我漂亮 我可爱 一个女医生看我不顺眼 处处找我查 楚林帮我解了尾 楚林对我一见钟情 开始追我 我家人对楚林并不满意 但是我同意了 我愿意 在我大学毕业后 我跟楚林领了证 如今我跟楚林已经结婚两年 小日子过得密里调游 今天朋友李月约我去他家 说有急事 我的车子送去保养了 便让楚林送我过去 楚林把我送到 如平时每次分别时一样 吻了吻我的额头 宝贝 我爱你 我笑得一脸幸福 随手拿起手机下了车 到了李月门外 还没来得及敲门 手机突然响了 我看到来电显示时愣了愣 来电显示是老婆 我这才发现 我错拿了楚林的手机 老公 我拿错手机了 马上给你送下去 我挂了电话后想下楼 给楚林送手机 只是我的目光落在 手机屏幕时愣住了 手机右上角显示的 不是5G网络 而无线连接状态 我拿着手机 远离李月家门口 走到电梯处时 右上角变成了5G 很明显 刚刚手机链接的 是李月家的无线 楚林的手机 自动链接了李月家的无线 我跟李月才认识三个月 楚林跟李月只见过一次 那一次 还是我跟楚林 在外面吃饭时 刚好遇到了李月 就一起吃了个饭 除此之外 我不记得楚林跟李月 有什么交集 楚林的手机 为什么会自动链接 李月家的无线 我不想怀疑他 刚刚他还吻着我 说爱我 但是我找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 来解释他的手机 为何能自动连接上 李月家的无线 我不想我们之间有误会 想下去直接问清楚 但是下了楼 对上他脸上的着急紧张时 我将质问的话 硬生生地压了下去 若仅仅只是拿错手机 有什么好紧张的呢 他看到我 脸上的紧张快速隐去 如平时一贯温柔地笑着 老婆 耽误你了 你到李月家了吗 他这看似不经意 却明显地带了某种目的的问话 让我心底发寒 我稳住情绪 尽量让自己不露出异样 还没呢 你给我打电话的时候 我还在电梯里 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很容易蒙长 我晚上回家后 在网上买了一个监听器 我把监听器 放进了处林的提包加层的角落了 第一天 处林正常上班 准时下班 无异样 第二天也是如此 第三天的下午 我通过监听器 听到了李月的声音 李月的声音听起来愤怒又不甘 处林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我已婚 爱且只爱我的妻子 处林的拒绝 直接粗暴 我心中一暖 看来是我误会她了 只是无限是怎么回事呢 处林的声音再次传来 上次你故意骗我到你家 说我老婆在你家 想给我一个惊喜 结果呢 我在你家白白等了两个小时 我眼眸眨了眨 所以处林是在那次连过李月家的无限 处林 我喜欢你 我想 李月显然还不想放弃 继续纠缠 滚 处林 处林直接打断了李月的话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我面前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纵使隔着监听器 我都能听出处林的愤怒与厌恶 这几天 压在我胸口的石头 终于落了地 我心情瞬间美美大 我发誓我以后一定要相信她 不再怀疑她 但是我没有想到打脸来得太快 第二天晚上七点十五分 我的闺蜜陈琳给我发来了一个录音文件 随即发过来一条短信 你要做好心理准备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 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点开播音键 里面传出了李月和处林的对话 骗过她了吗 李月的声音急不可待 带着兴奋 嗯 她相信了 处林回得很平淡 但若细听 还是能挺出一些得意 哼 李月痴笑一声 很是不屑 又明显有些幸灾乐祸的得意 真天真 真好骗 还是你了解你老婆 一骗一个准 处林呵斥的声音传了过来 行了 这件事至此之止 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要再发生 若不是你上次用我的手机连了WIWF 怎么会引起她的怀疑 我一颗心 瞬间量了个彻底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亲爱的 亲爱的 我想你了 李月的声音立刻变了 嗲得让人腿软 随后便是亲吻声 缠绵的声音 刚刚还愤怒呵斥的处林 瞬间就跟那个女人滚在了一起 我听着那声音 不知为何 就突然笑了 先是无声地笑 随后慢慢笑出声来 好笑吗 是很好笑 这就是我的爱人 这就是口口声声说爱我的男人 不但出轨 还跟别的女人费尽心机地骗我 我现在只觉得恶心 可能是思想影响了身体反应 我跑进卫生间 吐了个昏天暗地 从卫生间里出来时 我变得很平静 很平静 平静地让我自己都意外 八点多的时候 陈灵突然过来了 陈灵一脸凝重 我却十分平静 说吧 还有什么 这是我后来又录到的 你要听吗 陈灵有些担心地看着我 听 我倒要听听 那对狗男女能无耻到什么地步 我直接点开录音 亲爱的 我今天去看了房子 很不错 咱们什么时候 去交钱订房 李月事后撒娇的声音 嗲嗲让人恶心 钱还差一些 楚林的声音略带了几分沙哑 你可以跟孟兰耀啊 我们当初商量好的 你追她 利用她的关系 帮你转正 帮你在医院步步高升 但是这都四年了 你还是一个小医生 她家那么厉害 却不帮你 口口声声说 要你自己努力 既然她工作上不帮你 总要把她的钱弄到手吧 李月的话语中透露了太多的信息 我有些呆住 所以楚林四年前追我之前 就知道我的身份了 当时父亲刻意帮我隐瞒了身份 我在医院很低调 纵使受欺负也忍着 所以当时我在医院工作了两年 除了与父亲相识的两个高层 没有人知道我的身份 楚林是怎么知道的 现在一件残酷的事实 直接赤裸裸地暴露在我面前 楚林是因为知道了我的身份 才追的我 而且当时楚林跟李月 已经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她甚至跟李月 一直都没有分手 一直在合谋骗我 真是可笑 真是讽刺 我最近在保险公司推销保险 你给你老婆买几份保险吧 有种意外保险受益人 可以拿到很多钱呢 李月真是又阴又毒 她显然是想一步一步 慢慢又楚林深入 保险若是买了 巨大的利益在眼前 李月在天天诱之 自私自利的楚林 经不住诱惑 到时候 前几天 我的一个买了这种意外保险的客户 被大货车撞死了 赔了几百万呢 李月装四说着别人的事情 却明显是在楚林的心中 埋着阴毒的种子 再说吧 楚林没有直接拒绝 明显是动摇了的 我把投保建议书发给你 你有时间就看看 李月倒会见缝插针 一点机会都不放弃 楚林再次沉默 我冷笑 狗男女这是想要我的命 我与楚林结婚的时候 爷爷跟父亲同时声明 不会利用任何关系帮我们 我如今还在读研 而楚林也仅仅还是一个刚刚转正的小医生 可能是因为 与我在一起四年 他并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好处 有些失望了 所以想着退而求其次 想从我身上弄些钱 这就是和我同床共枕的人 设计骗我 如今还想要我的命 好 好的很 他们无情 就别怪我无意 我孟兰从来就不是任人欺负的主 关掉录音 沉黎紧张地望着我 蓝 你准备怎么办 我淡笑一声 这样的男人 留着还有何用呢 不如废了吧 第二天 楚林竟然在吃饭的时候 跟我提起了保险的事情 我一个朋友在卖保险 想让我买几份保险 帮他充充业务 反正我们手里也有些闲钱 我就想帮帮他 我想给我们两个人都买几份 你看怎么样 楚林说这话时 脸上看不出任何异样 我看着他的表演 心里却只感觉发寒 我原本跟陈灵说那话时 其实心里还是想着 不要做到太绝 但是我没有想到 他是真的想要我的命 这种渣男 是真的该废了 我说的废 那是真废 爷爷一直教我 做人留一线 所以我只拿回我给予他的 让他回归到原本 我第一次带楚林见爷爷时 爷爷只看到了他一眼 巧声对我说 他体质不行 我当时不明白 爷爷是什么意思 但我知道 楚林身体有些弱 保险起见 我特意让楚林 去做了各种体检 各项指标都正常 但心脏有点弱 不能干重活 比一般人猝死的几率高 也就是爷爷那隐晦的表达 楚林他活不久 为了不让他觉得我嫌弃他 我是瞒着家里 偷偷拿了户口本 去跟楚林领的证 父亲很生气 若非母亲拦着 父亲可能真会将我赶出家门 爷爷叹了口气 摇了摇头 语重心长 你长大了 自己做的事情 自己决定 不过既然你嫁给了他 那他的身体我以后负责给他治好 我记得当时楚林 对我和我的家人感激涕零 没想到现在看来 都是一场笑话 新婚之夜 大概是接待宾客太累 他也没经历和我同房 只是抱着我 给我解释他身体 这种情况的原因 原来他生下来身体就不好 再加上很小的时候 生了一场大病 由于他家生活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小山村 加上家里太穷 没有条件去大医院看 只是在小诊所 随便拿了点药就回家 在家养了三个月才能下床 但经此一遭 他的身体就彻底垮了 跑了不少的医院 看了许多的医生 但都没有效果 他学医也是因为想治好自己的病 但是现实与理想之间相差太多 他学了医后发现 他的病是真的医不好 而且因为这个病 他的医生职业恐怕也干不长久 因为哪家医院愿意找一个病秧子医生 又哪个病人愿意让病秧子给自己看病 我心疼他 也知道我的家人是为我以后的生活担忧 而且领证虽然是在楚林的激将之下 头脑一热的结果 但证都已经领 总不能直接去离婚 新婚第一天 我带着楚林去找爷爷 爷爷一点都不意外 爷爷给楚林把了脉 极为平淡地说了一句 可以治 当时楚林激动地 差点跪了下来 爷爷安抚他 让他控制情绪 别太激动 小心身体 然后才再次强调说 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并且在吃药期间 最好要禁欲 你要保存精气 先调理好身体 才能有望和正常人一样健康 好的 爷爷 我记住了 当时 楚林保证的好好的 通过一年多的调理 楚林的身体 确实有了起色 整个人看上去 有精神了许多 活脱脱一个精神小伙 他以前身体不好 也没别的欲望 现在身体好了 经常半夜兴奋地 向我提出一些 羞羞的要求 我拒绝 我身为医生 谨记医主 爷爷说过了 在你吃药期间 身体美好之前 其他的都不能做 为了不刺激他 我和他分房而睡 慢慢的他 不再在我面前 提这方面的要求了 我以为我的话 他听进去了 谁能想到他竟然 更可笑的是 他的药还没断 身体还没完全好 他就急着出去偷星 不 不能说是偷星 应该说是叙旧 毕竟他根 李悦在我之前 就是男女朋友 两人也一直都没有断 我不是圣母 相反的我这人 是有仇必报的性子 想要将储林的身子 调理好很难 只有爷爷能办到 但是将储林废了 让他回到原本的样子 让他身体差到 对出轨都没经历 倒是不难 我换了储林的药 储林虽学医 但是医术其实真不怎么样 他对中医并不太懂 很多中药他都不认识 所以我换了他的药 他毫无察觉 两个星期后 母亲喊我和储林 回家吃饭 储林的事情 我并没有告诉家里的人 在此之前 我也不想让储林发觉 所以我还是依旧带着 储林回去的 吃过晚饭后 爷爷把我喊进了书房 爷爷直接开门见山 你动了储林的药 我胃愣了一下 直到骗不过爷爷 点了点头 嗯 储林做了对不起你的事 爷爷一语道出真相 我不知道该说 爷爷是洞察秋毫 还是对我太了解 既然爷爷已经猜到 我也就不再隐瞒 把所有的事情 都跟爷爷说了 包括储林 让我买意外保险 想要我的命的事情 爷爷思索了片刻 脸色略带深沉 爷爷是医生 医者 医人不能害人 爷爷的话语 略略停顿了片刻 在开口时 声音中多了几分犀利 但我孟云天的孙女 不是任人欺负的 她欺我孙女 还想要我孙女的命 她不仁不义 难不成还要让我们 以德抱怨 不过 做人留一线 趁她现在身体还算健康 我给他们储家留一个后 我有些意外 爷爷以前跟我说过 储林的情况 储林的身体若非遇到爷爷 他这一辈子都活不长 大概率也没有姑娘愿意跟他 自然也难有后 爷爷给储林用了很多他珍藏的药 用了一年的时间 才让储林的身体有所好转 恢复了年轻人的精气神 但是爷爷说过 若要完全健康生孩子 可能至少还要调理个三年 让他立刻让女人怀孕 也并不难 爷爷倒是直接给了我答案 我瞬间明白了爷爷的意思 以前爷爷用各种名贵的药给储林调理 那是为了给储林把身体调理到最好 但是现在这一点上并不需要了 只是在储林肺之前留个后 对爷爷而言自然并不难 不过很显然 爷爷想得更多更远 再说了 他费尽心机的设计跟你结婚 若不让他在外面有个后 他能同意跟你离婚 你跟他同过房吗 在我要离开书房时 爷爷又问了一句 没 我有些难以启齿 不是因为爷爷的问题 而是因为储林的背叛 哎 爷爷轻叹了一口气 但是不知为何 我觉得爷爷那声叹气 莫名有些轻快 我们走的时候 储林提着爷爷重新开的新药 不知道爷爷是怎么跟储林说的 储林的心情很好 很兴奋 一个月后 李月怀孕了 其实我从监听器里 已经知道了这件事情 但是李月却特意跟我炫耀 对 就是那种暗戳见兮兮的炫耀 我望着李月那一脸得意的炫耀 笑了笑 我也从监听器里 听到储林跟李月 规划着孩子的未来 储林几乎每天都去李月那边 甚至储林的母亲都搬过来照顾李月 他们过起了真正的一家人的生活 又过了一个星期后 储林的身体垮了 又是那副病奄奄的模样 她回来找我 很着急 是真正的着急 蓝 我最近不管干什么都觉得累 提桶水都想喘一下 我的病好像 好像反而变严重的 怎么可能 爷爷医术是绝对没问题的 我们也一直遵循爷爷遗嘱 都一直没有同房 怎么可能变严重 我这话就是明知顾问 故意讽刺他的 储林的脸色瞬间变了 储林去找了爷爷 爷爷说了和我同样的话 当然 爷爷还给储林下了一道判决书 再无医治的可能 只能尽量保命 储林的脸色变得很难看 我心中冷笑 自作孽不可活 这能怪得了别人吗 我跟爷爷只是拿回了 我们给予储林的 爷爷还给他留了一个后 至于储林的工作 虽然爷爷和父亲说过 不会帮忙 但是医院方面因着父亲的关系 其实还是给了储林不少的帮助 若是以储林自己的能力 是根本不可能留在全市最好的医院的 而且储林待遇也明显很不错 只不过 只不过储林贪心不足 储林家境不好 我跟他结婚时 我们收的份子钱 还有我母亲给的钱 我都给了储林 想帮一下他们家 后来他父母说要搬来跟我们一起住 我就是想过二人世界 我就是想过二人世界才从我们家的大别墅搬出来的 我不想跟老人住一起 所以把我爷爷名下的一套房子借给他父母住 储林的母亲有好几次跟我提过 想让我把那套子过户到储林的名下 说那样他们才能住得安心 我直接拒绝了 因为那是爷爷的东西 其实我是给爷爷交了房租的 现在看来 他们其实一直都在算计我 以前的我不想再去计较 我现在只想离婚 我以为李月已经怀了孕 他们都已经过起了真正的一家人的生活 储林肯定会很快提出离婚 但是我还是低估了储林 以及他们那一家子的无耻 现在李月怀孕了 你要替他肚子里的孩子着想 他们梦家人不仁 工作上一点都不肯帮你 那你现在就多从他身上挖点钱 这声音是我婆婆的 你让他把我们住的那套房子 过户到你的名下 还有你们现在住的那套 也要过户到你的名下 我打听过了 这两套房子要上千万呢 我婆婆的声音中 满满的都是贪婪与算计 还要再骗点钱 你就跟他说我生病了 需要钱让他给你转个几十万上百万的钱 房子的事情我以前就跟他提过 他当时就一口回绝了 他爷爷跟他爸爸那边也不会同意 怕是不好操作 储林的声音很低落 很烦躁 但是纵是这个时候 他还是不忘算计我 跟他要点钱应该是没问题的 我开口他肯定会给 但是他手里的钱并不多 储林的声音明显的更加烦躁了 那怎么办 那你就白白浪费了四年的青春在他身上 结果什么都没得到 我婆婆的话 真的是挺让人大开眼界的 我前段时间给他买了几分意外险 若是赔偿可以拿到一两千万 储林的话说得略为晚 但是那意思就是够明显了 若赔偿 什么时候会赔偿 那肯定是我出了意外 这一刻 我又惊又恐 上次储林跟我提保险的事情 我根本没有同意 储林是怎么给我买的保险 真的亲爱的你什么时候买的 他竟然同意 李月的声音中满满的都是惊喜 我跟他提的时候他没同意 我是背着他买的找了人暗箱操作的 储林的话真的是刷新了我对他的认知 这四年我也算认清了 他们家事真的不肯帮我 钱不给我 关系也不给我用 我当然要提前为自己谋算 原本我是没想这么急用上 但是现在我这种情况 孟家肯定会让我跟孟岚离婚 我必须在离婚前拿到赔偿 我儿没有做错 是他们家都不是东西 骗了我儿四年 储林的母亲听起来是气愤得不行 那你有什么打算 李月是在问储林 她的声音中明显地压着兴奋 制造一出交通意外 储林说出了她应该早就打算好的决定 我越听越心寒 储林显然这是早就算计好了想要我的命 储林没有细说怎么制造交通意外 所以我不知道她到底要怎么做 我回了我家别墅 我到家的时候 爷爷在书房见客 我便在外面等着 我越想越害怕 若是我没有在李月家庄监听器 没有听到他们的对话 是不是不知道哪一天就出意外死亡了 死亡面前没有人不害怕 我感觉到我的身子都有些发抖 哭什么 一道略低沉 却雌性十足的声音在我身侧响起 我转身 望向身侧的男人 有着片刻的恍惚 我好像很久没有见过习墨了 习墨 我爷爷的关门弟子 习墨第一次来我家是八岁 那时候我才三岁 当时他把从来不哭的我惹哭了 是怎么都哄不好的那种 扬言不再收徒弟的爷爷 挡机力断地收了他做关门弟子 然后习墨就住进了我家 后来习墨经常惹我哭 爷爷每次都笑呵呵地看着 习墨虽然喜欢惹我哭 但是他把我解决了除他以外的所有麻烦 习墨在我家住了六年 那六年我就像是处林的小尾巴 习墨走的时候 我哭得惊天动地的 非要跟着他一起走 气得爸差点把我扔出去 后来习墨也经常回来看爷爷 每次都给我带礼物 习墨六年前出国 我与他见面就少了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两年前 那是我跟楚林领政的第三天 他从国外回来 当时他盯着我看了很久 却什么都没有说 连一句祝福都没有 又转身走了 小师叔 我回过神 喊了一声 他的眸子微微地咪了咪 似有些气恼 又似乎有些无奈 最后全都化成了一声轻叹 怎么了 楚林要杀我 可能是小时候 向他告状的习惯太过深入 我这话说得极自然 习墨微眯的眸子中 寒光淋淋 明显地引过了杀意 可能是怕吓着我 他又快速地掩饰了下去 只是轻轻地笑了笑 老规矩 我听到他这话 忍不住笑了 这话 他以前常说 老规矩就是 他帮我解决 除他以外的所有的麻烦 但是他每次都会提一个条件 而且他的条件 都是事后再提 但是他的条件从不过分 都是我可以很轻松地做到的 跟他离婚 其他的事你不用管 习墨望着我 此刻他纵视脸色略带冷沉 仍有着一种他独有的安全感 我给楚琳打了电话 直接提了离婚的事情 楚琳很激动 孟岚 我那么爱你 你现在就因为我身体的问题 要跟我离婚吗 我听到他的话 真的很想笑 爱我 他算计我 欺骗我 甚至还想要我性命 这叫爱我 我没有跟他争 我现在甚至不想跟他说话 明天民政局 办理离婚手续 我不同意 我不同意离婚 通过电话 我都听出了楚琳的愤怒与狠力 那就诉讼离婚 我在为跟他说半个废字 直接挂了电话 楚琳给了打了好几个电话 我都没有接 楚琳给我发了短信 说要见我 说要跟我好好谈谈 楚琳想杀了我拿到赔偿金 我既然知道楚琳要杀我 我自然不会见他 我也不想见他 我现在看他一眼 都觉得恶心 我在别墅住了下来 平时基本不出门 我不知道 席墨有什么计划 席墨什么都没有跟我说 但是我相信席墨 一个星期后 我在网上刷到了一场车祸直播现场的视频 视频应该是路人拍的 场面有些混乱 镜头还有些晃 我看到视频中 那辆被大货车撞得面目全非的小轿车时 直接惊住 虽然那辆小轿车已经被撞得完全变了形 但是我通过车子的颜色 以及勉强保留住的后车牌 认出了那辆小轿车的 这是楚琳干的 这是我此刻脑中的第一想法 我那天听到了楚琳要杀我骗保险 但是没有听到楚琳的具体计划 后来我又通过监听器听了几次 都没有听到楚琳再提起 我没有想到楚琳这么狠 看到小轿车被撞得稀巴烂的样子 便知道楚琳是没有给我留一丝一毫生还的余地 若是此刻我在车上 怕是已经被撞得稀巴烂了 我的心一惊 我不在车上 那么是谁在车上 是谁 楚琳想要制造交通意外杀我的事情 我只告诉过席末 我的身子突然一软 双腿一曲 直接跪在了地上 车上的人是谁 是谁 会不会是席末 若车上的人是席末 那么我不敢想 我真不敢想 我紧紧地握着手中的手机 一双眸子直直地盯着是手机屏幕 看着车祸视频 但是车子撞得太厉害 根本看不到车子里面低人的情况 而这个车祸视频只是录了一部分 交警过来以后 视频便中断了 我没有看到席末 但是我的心却越来越慌 越来越怕 我找出席末的手机号 开始拨打 但是没人接 我一直打 那边却一直没有接 那一瞬间 我感觉我的心似乎停止了跳动 而我似乎失去了所有的感知 我听不到声音 我说不出话 我感觉不到疼 我甚至感觉不到自己的呼吸 兰兰 你这是怎么了 爷爷和爸妈回来 看到跪在地上一动不动 似乎将成了雕塑的 我都惊住了 我似乎终于找回了自己的感知 我慢慢地抬起头 望向半蹲 在我面前的爷爷 突然大哭出声 我从小就不爱哭 除了每次席末惹哭我 我记忆中 我自己就从来没有哭过 但是现在 我哭得惊天动地 哭得肝肠寸断 哎哟 我们家宝贝闺女 第一次不是因为席末那小子哭 真是稀奇了 父亲大人 望着哭得肝肠寸断的 我笑得特别开心 没看闺女哭得正伤心吗 你能不能稍微把你脸的笑收一起 还是母亲心疼我 关心我 蓝蓝 是出什么事了吗 出什么事了 哭成这样 爷爷的脸色略显凝重 爷爷是知道 楚林想害我的事情的 爷爷 小师叔 出 是了 我止住了哭声 却止不住屋叶 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的 父亲大有人有些傻眼 什么意思 这还是因为席末那小子 你父亲 我养了你二十几年 怎么不见 你为我哭一次 席末那小子 能出什么事 让你哭成什么这样 父亲大人 显然是不知道我说的事情的严重性 楚林 楚林要杀我 我告诉了小师叔 小师叔说 帮我摆平 刚刚我看了一个车祸视频 车祸中一辆小轿车被撞得稀巴烂 那是我的车 什么意思 楚林杀你 怎么回事 父亲大人 惊得双眸圆睁 一脸的难以置信 你的意思是 席末知道楚林要杀你 父亲终于抓到了我话中的重点 所以 席末开了你的车 现在出了车祸 席末在车上 梳理清楚后 父亲的脸色瞬间变了 不能吧 席末比狐狸还狡猾 能做这种傻眼 不能 不能够 那你说 车上的是谁 而且我打小师叔的电话 一直打不通 我抬起头 望向父亲 我不知道 我此刻眼中是什么情绪 我只知道 我声音嘶哑的 都快发不出声了 父亲瞬间沉默 车上的人是谁 知道这件事情的只有席末 以席末的为人 也不可能找别人去冒险 所以车上的人是席末的可能性最大 父亲的沉默让我瞬间崩溃 我再次哭起来 我好怕 真的好怕 我现在甚至连去现场 看一下的勇气都没有 我哭得太伤心 所以没有注意到 爷爷望向我时 那略带复杂的眼神 小兰 怎么了 就在我哭得肝肠寸断 要惊天地气鬼神的时候 一道熟悉的声音突然传起了我的耳中 我下意识地快速地抬眸望了过去 然后便对上一张熟悉的脸 是那种帅得人神共愤的脸 我一时间没有回过神来 呆呆地望着 就那么呆呆地望着他 这是怎么了 都哭成小花猫了 席末走过来 蹲在我面前 帮我擦着脸上的泪水 你没出事 我呆呆地望着他 呆呆地发问 我怎么会出事 席末听到我的话 便明白了我为何哭成这样了 他的唇角明显地扬了扬 他望着我 又极认真 极郑重地补了一句 我怎么敢让自己出事 我明明看到出了车祸 我的车被撞烂 车上的人是谁 我到现在还是有些呆 所以没太深思他此刻的话 车上没有人 我前几天给你的车子 装了一个无人驾驶的系统 车上的是个假人 我今天特意安排的一出戏 就是为了引蛇出洞 让楚林动手 席末为我详细地解释了事情的原委 可是 可是我刚刚打你的电话 一直打不通 我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是不知道为何 还是想哭 为了保险起见 我让助理开车 一直悄悄跟在你的车后面 出车祸时 我情绪有些不稳 下车的时候 手机忘记拿了 席末的话语停住 一双眸子望着我 眼底有一种 我看不太懂的光 你一直打我电话 嗯 但是一直打不通 我点了点头 眼泪又跟着掉了几颗 以后不会了 席末的声音很轻柔 却偏偏让人感觉到一种特别郑重的承诺 席末做事向来滴水不漏 车祸事件的处理很顺利 楚林雇人行凶 商业诈骗 两罪并罚 再加上席末的操作 楚林直接被判了个无期徒刑 我跟楚林离婚手续也办得特别顺利 李月给我打电话约我见一面 我拒绝了 我最后的仁慈就是刘一线 不会赶尽杀绝 后来我还是从陈琳口里 听到了一些关于李月和楚林的事情 李月赌博 败光了楚林的所有积蓄 还借了许多高利贷 最后躲债的时候 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保住 而在监狱里的楚林 因为不能继续调理身体 身体越来越弱 就算监狱里的医疗配套好 他估计真的也活不长了吧 我不想再关注他们的事情 因为他们的事情已经与我无关 我坐在二楼的客厅里 再一次忍不住望向紧闭书房的门 这都两个小时了 席末跟爷爷在书房谈什么 需要谈这么久 当我弟恩赐地望过去时 书房的门终于打开了 席末从书房里走了出来 席末望向我 开口说的第一句话时 小兰 我被师父逐出师门了 我惊呆了 席末可是爷爷最出色的徒弟 席末的中医深得爷爷真传 又出国学了好几年的西医 医术上席末称得上一句 清出于兰而胜于兰 席末今天二十八岁 却已经管理着好几家医院 虽说是他自家的医院 但是席末接管后 真的是经营得特别好 这样优秀 这么出色的徒弟 爷爷竟然把人逐出师门 爷爷是疯了吗 为什么 我真的很想 爷爷是因为什么发疯了 因为我想换一个身份 我不想再做师父的徒弟 不想再做你的小师叔 席末望着我 唇角带着笑 眼中带着光 我想做梦兰的丈夫 我更惊呆了 难以置信地望着她 开 开什么玩笑 你从小就欺负我 就喜欢惹我哭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我从来没有想过 她喜欢我这种可能 我也不敢去喜欢 其实我青春萌动的时候 是喜欢她的 但是一想到她每次都惹我哭 便只能硬生生地生生地 将自己对她的喜欢掐断 我来拜师时 师 爷爷说 我若是能把你惹哭了 他就收下我 后来 爷爷给我布置的最多的功课 就是把你惹哭 席末两句话解释了 他为何会惹我哭 为什么 爷爷是有什么毛 我话说了一半 看到从书房里走出来的爷爷 硬生生地生生地改了口 爷爷是对我有什么不满吗 爷爷直接瞪了我一眼 你从小就不哭 是因为你有这种情感上的障碍 情感障碍必须情感治疗 我惊得嘴巴都下意识地张大了 我从来不知道我竟然有这种病 感情别人的男主是让女主笑 我到这儿就换成哭了 我感觉有些猛 也感觉有些委屈 不带这么坑人的 席末愣了一下 然后轻笑出声 习惯了就好 我直接瞪了他一眼 席末收了笑 很认真地补了一句 我想这一辈子 你只会因我一个人哭 我有些呆 这估计是天下最特别的情话了 让你找到你的宿舍 你再想找到哪儿 我会有讨计是天下最特别的情话了 我会尽量一次 感谢观看